有看见卖黄蘑菇的 35亿斤 买完黄蘑菇 我再买个鸡 看看这个鸡 找个大店的 这个颜色这么黄 好好烧一下 看看这么大一个鸡 他说是早上窄的 看着还不错 他把毛给烧了一下 这是扎顿吗 呼伦顿还是 我说给它多开吧 多大一点 好 买鸡的原因 就是因为买了这个黄菇 这个黄菇好啊 是来自青藏高原这边的特产 卖菇的人说 是在七连县拔的这个菇 七连县是在七连山的脚下 水开了 这个鸡啊下到锅里去啊 焯下水 这黄菇是越看越黄 洗完这个水都是黄色的了 切一点姜 焯了两分钟 捞出来吧 半个月前我去往黑龙江的小新安岭 在卖这个木耳 这包木耳啊 是我背着书包背回来的 从青海到小新安岭 大概是3600多公里 今天中午啊 除了吃鸡 咱们再泡一个木耳 做一个凉拌木耳 这木耳啊 泡的时候要少抓一点 就抓了这么一把啊 大家想吃的话 可以去我橱窗里拍一单 视频下面啊 也可以买一单 今年的西木耳 都是头茶木耳 水啊 一定要多接一点啊 不要因为你抓的少 就接一点水 这还是很能吸水的 咱们卖这个木耳 一斤干的 可以泡发13斤左右 还是比较多的啊 凉水 最少得泡三个小时 现在圆圆回来了 圆圆就开始接手我妈的工作 你买的什么菜 我啥都没的 那你把这个黄瓜给处理一下吧 这黄瓜咋这么软啊 新鲜的 水已经开了 把这个浆给倒进去啊 最后把这骨子放入高压锅里 满满一大盘的骨子 再放两个葱段 大家看看 最后交给时间 高压锅盖子盖上 门一门 然后我的这个手机 大家看到没 正在泡木耳啊 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高压锅上气了八分钟 然后也没有放气 现在没有气了 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再看看咱们这个木耳 这水啊还是放少了 全都没有盖住 这么一点点 来 元元 端过来 哇 这可以啊 元元啊 好油啊 感觉啊 鸡挺肥的 放点盐 哇 这 来我们看看 我们这个块啊 切的也比较大 这么一大块 把这个鸡垂给拔 吃饭吧 这吃了鸡腿 推快点 这汤里啊 感觉就少了什么 原来是没有放点香菜 这木耳啊 就这个样子吧 等着吃呢 水也少了 大家看多少 这木耳还是不错的 凉拌木耳 一定要焯一下水 水已经开了 焯上个半分钟就可以 焯着热乎乎的 蒜 姜 和整点香菜 咱们家 小米辣放不放进去 没有 拌木耳的同时 再切点洋葱啊 一起就这样 拌进去 一般就行 再把火打开 炼点热油 放点花椒 香的很 在我的印象中 有很多年 都没有买过整鸡去炖 要不然买个鸡腿 要不然买个鸡爪 就那样卤着吃 今天啊 吃了一个完整的鸡 我们一起加油 鸡肉味道咋样 好吃 在尝尝木耳 也好吃 这是凉拌木耳 味道咋样佳佳 好吃就行 凉拌呀嘛 肉味道也可以吧 肉咸不咸 煮得很赖 多吃点 咱们先尝一下这个黄菇 香菇有点香 吃起来 再尝尝这个鸡肉 舌头这样玉米就脱火了 还不错的 再尝尝这个木耳 吃了这个鸡肉 再吃木耳啊 就感觉比较爽口 大家可以买单尝尝吧 今年的头肠木耳 头感确实不错 看我们边吃的馍 这边叫馍馍啊 就有点不一样 袁袁你吃个馍馍嘛 你看 那颜色 是不是 咱们家一般就是烧饼 一般就是馒头 你像这个颜色 多好看 谢谢 谢谢